第一個在初期的時候美國課重關稅 一定會使全世界的貿易量 突然之間萎縮 那全世界的這個經濟成長 有一部分是靠貿易在帶動 我上次有解釋過這個原理了 然後這個貿易在帶動貿易量一縮小的話 經濟成長率就會下降 那經濟成長率下降不是平均普遍的下降 有人下降的多有人下降的少 所以加起來總平均是下降的 或者甚至有人是成長有人是下降的很多 然後Break Even 啪啪就下去了 大概這樣 那美國當然會是得利者啦 因為畢竟他 先收了一比稅金進來再說啦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他會壓迫很多資金流向美國 因為 海外一定想到我沒有投資機會啦 那我投什麼 想著想去 我去美國抄股票 就出去啦 對不對 所以這個會有蠻大的一個影響的 但我是不同意叫做什麼 美國經濟扭曲 扭曲這個字言 Distortion是在 經濟實際上有特殊的用語 跟我們一般的講說扭曲是表示壞的 經濟實際上的 扭曲不一定是壞的喔 有好的扭曲 沒有 他不管如何壞 比如說 你說感冒不好對不對 我就鼻涕難過對不對 醫學上感冒 沒有好不好 不好 就是感冒 就是感冒 就是病毒感染 對對對 他病毒感染啊 還是什麼哪個細菌不感染哪個器官有問題啊 大概 他的 推論方式 不太一樣 這個是帶有一種 一種價值判斷 價值判斷 對啦 所以這個 有時候醫生會跟妳講說 美國就是對美國有利就是了啦 美國就是得利然後大家可能受害 出奇有利 出奇 對出奇有利 等到 經濟衰退一下來之後美國出口也碰到問題 那尤其別人也跟他高關稅對不對 出口碰到問題 或者拒絕跟美國採購 那 這個問題一來的話那就 美國自己也會受傷啊 短多長空 因為美國基本上 他是出口的順差國 他有9000多億的順差 那這個順差 那很自然的 這個 是不是能夠縮小 是個觀察重點 因為你出口 減少了 然後你進口也減少了 那到之後 誰多誰少 誰減的多 不知道 不知道 不過當然初期啦 大家不曉得長期會發生什麼事 初期美國的公司現在很多人 應對的辦法是說我現在就是先 把定價增加 但是這個東西就造成了通膨 這個發生不就是嗎 要看東西啊 川普也有一套啊 他說 那個什麼 對於那個 食物化業喔 那個環保規定通常給我取消 那 大家成本就降低了 就降低啦 就不需要漲價了 能源價格降低啦 然後食品價格啦 他看有沒有別的 我還沒聽到他對食品價格有什麼 有什麼方案啊 不過他的方案就是 很簡單 那個 這個 不給烏克蘭的錢 把烏克蘭的錢拿回來買食物 然後美國老百姓不必發一發 就解決了 兩票是不是 對 大家都有 他們食物券就這樣發達 裡面寫個奶粉啊什麼東西 大概就有這種制度在 他就是一種配給的方式 但是針對窮人 問題是美國窮人很多啦 我們有講過嗎 那個 這個民主黨喔 賀經理喔 找了一下子找Beyonce啊 一下子找那個什麼 好萊塢的巨星啊 還有什麼Taylor Swift 當紅的啊 川普就一句話啊 你們有錢買他票進場看嗎 一句通通打死 真的耶 是不是啊 通通打死啊 什麼Beyonce 來幫他站台越慘啊 然後那個什麼 那個那個什麼Taylor Swift 什麼女性支持女性 高級女性主義口號有沒有 民主黨的價值 他講說 他一張票多少錢 你一顆薪水多少錢 啊 票都不見了嘛 看來窮人比有錢人多很多啊 對 美國是中產階級 在民主黨執政從克林頓到 這個拜登 事實上美國中產階級是瓦解的 瓦解的 所以川普是不會讓通膨起來的 因為這對他來講就是他的選票的基礎 對啊 通膨一個能源20坪嘛 把這兩件事情處理壓住就可以了 別的就小事嘛 你說 從中國大陸買的冰箱 少買給OK吧 買電視機少買可以吧 那就影響到中國大陸的出口 可是對美國基本上沒有太大的影響 因為中國並沒有出口石油到美國有沒有 那衣服嘛就舊的穿也可以啦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是可以忍耐的 忍耐 那美國公司說要漲價來應付 你看漲什麼嘛 看漲什麼嘛 那川普中一搞的話生活費用一降低的話看你漲什麼 川普是 有一套他自己的邏輯在 你只要不管環保 那就小事就一裝啦 不要有任何進負價值 就沒問題了 那個叫做 腐化價值 他的口中腐化價值 corrupt 對不對 所以 所以我覺得美國公司先享受你的免稅優惠 但是免稅有個好處 他會使得美國公司更願意投資 然後老百姓就 會有更多的就業機會 所以基本上這個川普所推出的這套經濟政策 目前看起來會讓美國一片 真的是讓美國再次偉大 YES 我給你答案肯定 但能撐多久不知道 他的護衷給一大堆啊 對啊 護衷給一大堆啊 所以 這鐵藥是這樣 這鐵藥吃下去是白貨湯嗎 也不叫白貨湯啦 你環保團體會抗議嘛 然後 受到 環保 有害處的 老百姓期中選舉就投票就反對你啦 然後勞工我會覺得說 公司賺那麼錢怎麼分給我啊 我就看是罷工啊然後 期中選舉票也都反對你啊 所以每一個美國總統都頂多快樂兩年 當選到期中選舉 給他一個信任投票 對對 你到底看得好不好啊 對不對 那尤其國外的事務啊 他想要對國外採取硬的態度啊 我覺得很難講 所以他至少這個榕景要撐兩年啊 因為他兩年後就有一個信任 投票了 對對對 那他有能力撐兩年嗎 要是要看我 他的細節我們還沒出來 我之前都是看 檢診報告 檢驗報告 這個 他效率蠻高的啦 秀寧血壓比較低了一點啊 什麼東西看完數字以後 才決定要怎麼開藥方 不過他速度蠻快的 像他阻隔的速度重要的職務 三兩下 他財政部打沒出來 最重要的就是他沒出來 跟經濟有關的 財政部打沒出來啊 他是先跟外交這個 國際政治有關的先出來 對美國沒有什麼用 對美國 你一個國務先幹的好幹的壞的 有什麼影響呢 根本沒有影響 你要不要給外國錢而已 要不要給烏克蘭錢而已 本來他已經都說不要給就是 對啊 不過像台積電的這個政策就是 7奈米下晶片 禁止出口到中國 AI晶片的這個部分 那這個算是拜登任內的政策還是 拜登 這跟川普無關 跟川普無關 跟川普無關 那這件事情對台積電有影響嗎 他是說 中國的AI晶片佔 台積的營業額不到1% 這是個事實 但是 語重心長我要講幾句難聽的話給 台積電講 他現在說他發現了一批訂單來自廈門的一個晶片設計公司 他一看這個線路圖非常像華為 的線路圖 那他還沒有全部生產完畢也還沒交貨 那就說要把這個銷毀掉 跟美國商務報告 這可能是華為的白手套 可是 廈門那家公司是否認的 我說 我設計公司啊 我下訂單給你 你也接了 我也交了2億美金喔 2億美金的 定金喔 台積電說這違法要把這個沒收 我是勸台積電的不要 隨隨便便去介入 地緣政治的鬥爭 什麼叫意思呢 你現在就是我 等於是我代表 美國 來沒收你這2億的定金 而且你幫這家公司做的貨有沒有到華為手上去 沒有 因為你還沒出貨出去 好 那你現在把他 把他沒收的話 是不是跟大陸結一個兩者 那大陸以前說 哎呀我再怎麼樣打台貨我也不會打台積電嘛 也不會打馬祖廟嘛 但以後下一次可能 你300億的工廠只要兩個炮彈 你的股價就從1000塊到10塊錢 你要不要冒險 你說中國大鐵隊不會幹嗎 難講 難講 尤其是在那種權力交接的時候 仇恨值一上升 本來台積電 不像 王定宇是在仇恨值內的 他在仇恨值外的 你自己把他拉成仇恨值 你生意不做人情在 你沒收那2億定金幹什麼 你台積電這麼缺2億美金嗎 你沒收了以後就結了一個仇恨 就很難講 很難講 所以 我勸台積電 不要當美國走狗當得那麼勤 自己要保護自己的利益 保護自己的利益 對 所以大體上 遲早會變成ASMC 但不是American 不是是Arizona 位級沒那麼高 叫做阿基電 阿基電 亞利桑那 亞基電 所以說財經電在這件事情上面 他顯然是有被 美國 很大的 壓力的施壓 他才會做剛才這個判斷跟決定 當然有啦 這是不可否認的啦 但是你要像個男子漢 對不對 像我剛才講那個案例有沒有 現在的案例就是個案例 目前也是個案例嘛 那你不接也就算了 對不對 以後你不接 無所謂 那你不接你還玩這個遊戲 就等於你把自己的頭伸進來地緣政治裡面去 那你能不能很快的抽身那可不一定